你有时候就是不理解我那种感受 那你理解我的感受 你给我安全感了吗 你根本就不在乎不喜欢我 你说咱俩就回来吃饭吗 你说正好同事就单位给来一个电话 我就说那就接一下吧 去找了个安静地方接 他不让 他就觉得我心里有什么事啊 或者干嘛 那不是嘛 我走之前他所有的同事我都认识 然后就这一年左右 然后我回来之后 我就各种女同事给他打电话 我见都没见过 他一群女同事都是 而且我就回来一两天 你不能把所有事推了陪我吗 那肯定是当时是单位有电话 然后呢 他推着我肯定我打电话 我说找一个安静地方接这个电话 然后呢就是他不行 他就说你必须开免提 开免提 开吗 开了我就开了免提 发现免提了吗 我开了免提了 那开免提 我让你开免提 和你自己开免提能一样吗 你知道当时弄得旁边人吃饭 直直点点弄得咱俩多尴尬 那直直点点怎么了 那你应该给我的安全感呀 等于在外面吃饭 对 他跟别人通电话 他得开着免提 因为我不知道这是谁呀 不是 听了以后发现问题了吗 没有 他就是因为一些小事 就变得现在就是 有点小脾气 那你就根本不在乎我呀 你在乎我了吗 好好 我能问几个问题了吗 我问问啊 打算结婚吧应该 打算 双方父母都应该见过了吧 都见了 怎么样啊 双方父母觉得 都见了 见父母更不要说 见父母的时候 本来挺顺利 我才提了礼品进去 哪顺利呀 你说出来之后 他就跟我生气 为啥 我都不知道因为啥 我就觉得我是穿的 就休闲的衣服 我穿的 那你自己说 你穿的什么东西 他穿的休闲装 然后穿的球鞋 球鞋当什么那样 你出门的时候不看看吗 你根本不拿我和我父母当回事 你尊重我父母吗 你觉得这是小事吗 那我平时的状态 也就这样吗 他又不是去单位面开会 穿那么正式干嘛呀 那你就是根本不在乎 就是因为他穿了休闲装 是吧 而且他还在我们家不干活 就一直在那坐着 你当你是少爷呀 你就一直坐着 你让我父母怎么想你呀 你是故意让他们不同意是吗 不是 我当时也想表现 我不是要跟你干活 但是叔叔阿姨 拉着我要跟他聊天 你说我也没办法 我妈让你坐着 你就坐着 你怎么那么有 不是 你妈让他坐着 那他应该怎么着啊 应该帮我呀 他要表现出来 他就是很勤慧呀 我让我妈同意呀 那岂不是他不听你妈的话了吗 对呀 那他应该是帮我呀 叔阿姨 确实挺喜欢我 我当时 确实挺喜欢你 哪喜欢你 喜欢你是爱着我的面子 等于都见过父母了对吧 对呀 赶紧把婚结了 别闹他嘛 想结吗 想结那是他现在 我问你想不想结 我想结 想结就赶紧结了吧 干嘛不结呀 追了三年 赶紧结了呗 干嘛呢你们俩 我在北京工作 我刚刚稳定 他现在让我回去 他现在就要让我结婚 让我把 现在我北京放弃 我自己去北京 然后打拼出来的人 让我都放弃了 哎呀就放了呗 这男人好吗 对你好吗 可是 不是你先说 不是先说这男人好吗 他原来好现在不好 他现在 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了 我的天哪 行吧 就现在就为这个争吵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 还结吗 我不知道 他连安全感都 那他怎么才 就是你觉得他怎么做 就算给你安全感了呢 他至少就不要像现在 就是冷淡我 或者是不理我呀之类的 我没听出来他冷淡你呀 他有啊 我给他打电话 他都挂了呀 他不是说了太累了吧 他随手挂了 太累了 他原来为什么不累呀 原来为什么不累呀 你要遇到这么较劲 你女朋友也是那个 想不想嫁人家 那就嫁呗你 他现在对我不好吧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一年多了嘛 我说咱俩分开 就是一直练一年多 我就说你回来呗 反正内蒙的 天哪工作条件也挺好 说一婚姻结 然后踏踏实过日子 不也挺好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规划的挺好 心里有你呀 他自己规划的呀 那他对我好了吗 他坐在那了吗 不是 你到底想怎样姑娘 我问问 他不给我安全 他进度不好 不如原来好了呀 不是 你都不在他身边 他怎么就 那我不在他身边 他更应该给我安全感呀 那他应该怎么给你呢 他又是想要 我跟他一起去北京嘛 多关心我呀之类的 不行嘛 不不不 那一至于不接电话 然后 就一股 我又那么忙不理我 我问你是一回 还是很多回 很多回 啊 蛤 蛤 蛤